中文字幕 李宗盛 谢谢 谢谢委员的帮忙 我在思考台湾的经济问题 当进入台湾农业这一部分的时候 因为我是出身农家 从小在农村长大 我感觉说我们对农业问题的解决 努力非常不够 因为解决的空间很大 那我们好像提出的药方 都不是很正确 像说台湾好像农产品生产够盛 所以就要出口 那出口就找中国 那为什么找中国呢 是因为中国要来讨好我们的农民 不是要来帮助我们解决农类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日本不向中国来 台湾直接找农民呢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必要 所以经济所断解决经济问题 我有用经济的方法所解决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是 我非常同意 所以我们应该回归 回归问题的本质 然后走正路 不要走外路 不要怕辛苦 这个脚踏实地的来做努力 那这个 我最近有接触台商 他们说ECFA签了以后 台湾农产品到中国去 反而生意更不好做 生意更不好做 那我从中国那边 这个中国人的 这方面了解 了解下来的结果 说中国人根本不再 根本没有兴趣或是没有能力 来消费台湾的农产品 那台湾农产品为什么要到中国去 这所谓的财政 好 所谓的这个财政采购 那他们现在吃中午 这份这个 这个 好 吃饭叫做财政 财政什么餐 都是官方的啊 所以如果你去 中国拜访朋友 你的朋友一定会 设法 打电话 给当地的书记啊 给当地的台办啊 给当地的行政所长 叫他来 一则 献要说 我有台湾的朋友 二则啊 请他来出钱 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啊 即使啊 这个钱已经有人付了 他来的话 也会加你一道菜两道菜再走 所以他们的地方政府就这样搞穷了 所以他们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个挤债非常严重 这是一个黑洞 这是从中国那边 所以 你这个台湾农产品要到中国去啊 这一关啊 他们的财政困难以后 以后会怎么办 这个有限 第二个 他的进口替代 起来的啊 你看 台湾有多少人到海南岛 去种香蕉 种红梨 种甘蔗 去 做一夜的养殖 现在都成功了啊 品质没有台湾的好 但是在市场上哦 过得去 哦 所以他不说台湾水果 其实 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 从台湾出口去的 那台湾出口去的水果怎么弄呢 你量增加啦 他们那边 有人在讲啊 有问题的 有些是 把台湾的类等品送过去 那边就丢掉了 反正那边政府补助的 反正这边呢 也有人补助 我想 有这个问题吗 没有 我想在 台湾过来讲的哦 我想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对于大陆的出口的金额 大量的成长 原来农产品的贸易逆差 从两亿八千万美金 降到零点四 亿美金 零点四亿美金 所以这个就是在 EKFA之后 整个农产品的交易 而且这一部分的交易呢 你所谓逆差 你所谓逆差是什么 农产品的贸易逆差是什么 我们原来是 我们原来是逆差吗 还是证差 逆差 我们逆很多 我们原来是逆差 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那个 中国农产品的那个逆差 我们的中草药的产业啊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从那边进口 如果没有进口 它的中草药 我们的中草药制药的这个部分啊 可能就没有原料 这个 既然提到 这个中草药 你看我们的这科技的 科技的这种 这种这个 科技的这种培养啊 像牛章枝都可以 都可以培养出来的啊 灵枝啊 牛章枝啊 是 还有这个冬虫下草啊 是 都可以透过高科技 培养出来的 是 听说它的养分价值 比天然的还高啊 有没有这种 这一回事啊 好 我想这个 在某一些部分啊 还是要进一步的验证 那台湾这个啊 这个海拔那么高 各种气货 好 各种 各种气货条件的环境都有 对 那这个中药草 中药草的这一个 这种培养 在台湾你为什么不奖励啊 我们有 有吗 有 我在地方 有些 想种 想像台塘租地 来种药草的 租不到 结果人家一大片 就去搞私立学校 那现在私立学校呢 变成这个文子学校 校是空下来了 今年 去年啊 这个大专院校 空班了 16.8%是吧 是我想这个部分 所以国家资源就这样 这么合理的分配 台湾的租地 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就是 农委会主委的责任啊 你这个 你这种 你这种中药草 也要进口替代 是 也要进口替代 所以你要有计划的 去 这个辅导 协助 是 我们台湾有能力 有意愿 去 这个种植 中药草的 做研发的 对 哦 要撇住起来啊 有 哦 有 但是呢 有但是成效不张嘛 我也给委员报告 嗯 我们除非做非常清楚的区隔 所以 要不然我们的成本还是偏高 做二级加工的部分 还是从国外进口 这个原料 我们进口 进口替代 这一个量变 变成质变 刚开始成本高 政府应该做一些补助 有有有 然后培养起来 那你 休耕了那么多 那休耕补助的钱 去 让它 较高成本的 培子这个进口替代的农产品 培子进口替代的中药草 我们现在是这样做 这就是政策应该有的作为吧 不是吗 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好 我们对地方特产的部位 我们是一样 时间非常有限的 因为要探讨这个问题 从各项 从细节 最后 总体 提刚确定 弄出一个农业发展的新政策方向 是 应该是这样啊 然后这边顺便利用这个机会 我听到的 我在 从台商那边听到的 他们很认同 很赞 很赞配 营养县政府 直接到中国去设点 去设文事部 来直销 他们的农产品 第一个 产地 存证 品牌 保证 第二个 没有中间剥削 好 第四个 直接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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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福 他们营养县的农民 我们农委会 在上海也有设 这个 专卖的点 叫 要推广啊 有 有推广 有推广 是 好 谢谢 再来这个 深耕农产品 这个全球市场 就是我们的农产品的 国际行销这一部分 你说 去年啊 整个农产品的出口值 50.8亿年 大概1500亿 台币 台币嘛 那么 这个 前五项的是 石斑鱼 胡蝶兰 鲁鱼 毛豆 文心兰 等等等等 我现在要问了 我现在要请教 这 这1500亿 这1500亿的这个台币啊 它 它 这一个 涉及到的 农民有多少人 农户有几家 然后 这1500亿的这个成本啊 这个出口啊 它的 这个生产成本啊 大概多少 所以利润多少 有没有做研究 啊 这个还没有 那怎么可以没有呢 所以 还没有 所以啊 主委 这问题就来了 你要要求你底下的 幕僚作业啊 你给国会的报告 提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死的 是单调的 我们尽量来做 没有办法 形成我们对政策的了解 好 你看这一些的 一个1500亿的数字在这边 有什么意义呢 搞不好是撇钱在搞的 好 搞不好是 这个分配不净的 有些是资本化 它赚很多 那 农民的有些的 没办法参与 所以啊 时间关系啊 你看台湾的经济啊 做个强烈对照啦 最终产品啊 直接到国际市场 这就是经济繁荣的阶段 你看我们以前的眼镜 太阳眼镜 脚刹车 都最终产品啊 大同电锅 电扇 都最终产品啊 但是现在这些早期的 台湾的这个最终产品 在国际有竞争力的 现在没啦 那现在台湾 要去竞争 国际的最终产品 的市场 没有竞争力啊 比如说人家 你看连HTC就在退 占这个MarketShare 数字的MarketShare 就在退步啊 我跟我们有报告 所以这个时候农产品 农业这个部分 农产品 我们要推到最终产品 对 所以农产品能过 直接变成最终产品 进入的那个最终 消费市场 是是是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啊 有 我的报告里面就是要把 整个新的价值 也建构出来 成本力 跟分析 都没有 因为这个像 像蝴蝶兰是比较容易啦 鲁鱼跟石斑鱼 它的这个外销的 这一个厂 它有认证 只要认证去做研究就有啦 好 再来这个休闲农业的 这个 这个主题的休闲 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区等等 时间关系啊 这个值得推广啊 是 而且还重要的 重要的 你一个休闲农业区啊 一定要有金字塔的观念啊 是 可那个金字塔尖端 在那个地区的旗舰 或是核心 或是主导者 它可能要 有很高的 这个经营 气管的能力 跟专业水准 对 那其他的 就像我们的工业 一样嘛 我们有一个厂商 它旁边可能有很多协力厂商嘛 甚至有到家庭代工嘛 所以那个农业区就整个带动起来 结果你是在大片的荒汇的农田里面 农业区里面 弄一个小区块 那个叫做 所谓的休闲农业区 其实那个区不是 什么区啊 休闲农场 这是一两家而已 一个农场而已 那不是一个农业区呢 农业区是区块的 休闲农场 刚刚我已经讲了 观念啊 这个要带动 这个没有政策辅导 没有你制度安排 是不可能的啦 是 那对农业问题的解决 也是有限的啦 所以台湾农业的前 是时间关系了 好 台湾全面的农业复兴运动啊 从专家良心 跟这个土地的结合开始啊 农业部 那个部长啊 要向历史向人民 做这样的一个宣誓跟承诺 谢谢 不然农业部份成立 不然农业会 这补助会嘛 都全部在播出而已 自己知道事情一番啊 谢谢 谢谢